哈囉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2021年剩下兩個月就要結束啦 不曉得大家今年過得怎麼樣呢 雖然說呢我們還是籠罩在疫情裡面 但是我相信大家應該有用自我的方式 來記錄一些難忘的日子吧 而說到記錄生活呢 每個人會使用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樣吧 像是我因為很喜歡收錢的感覺 所以無論是工作記錄啊 或是旅行的記錄 又或者是一些親情的分享 全部都是用手帳來呈現 那這次的影片感謝Pinkoi的邀請囉 我們參加了這次的手帳節 你的人生小策展活動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好的手帳 以及我們是如何使用的手帳 那影片最後還有優惠碼等活動 等著大家有記得看到最後 在進入主題之前呢 先來和大家介紹Pinkoi這個 Pinkoi是在亞洲領先的設計購物平台 它除了販售很多優秀的設計商品之外呢 也提供了不少體驗性質的活動 就好像是我們無論在何時何地 都可以直接進入到一個高品質的文創市集一樣 找到又獨特又很別緻的商品 那這一次你的人生小策展呢 我們這裡帶來七間設計館作品的介紹哦 裡面包含了海內外很多優秀的品牌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現在看到第一間品牌是這個 Bukuru 先來看到這一間設計館的商品 為什麼他們都有這樣一個商標呢 因為這是一個經營了超過20年的 英國品牌IP他們的另外一個系列 Bukuru 這個品牌出了很多手帳系列的商品 我特別喜歡他們偏向簡潔風格的系列 無論是它的造型或是顏色的搭配啊 其實都還蠻有質感的呢 他們近期也是有和英國倫敦VNA博物館 合作推出的限定款花色筆記本 有這個你看非常華麗的外型 但是呢我還是選擇了經典系列 現在看到這一個A6尺寸的隨身口袋筆記本 以我的工作性質來說啊很需要一本 可以方便攜帶都很輕巧的筆記本帶出門 那像這本本子啊 它只有比我的手機再寬一點點 覺得很方便 而且呢它是硬體封面 要隨時寄資料的時候就很有支撐力啊 它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設計 就是這個前面的小夾層 它可以放幾張名片或是一些單據啊 都真的非常的方便又實用 所以我很希望每個小本本都可以有這樣子的設計 那至於內頁啊就是一般我們很常見的本條紋 那它還有幾頁喔是可以撕下來的很實用 再來還有這一本A5尺寸的筆記本 同樣是可以使用在工作上的 那這本大本啊它可以在做專訪或是開會的時候 需要大量筆記就可以用它 設計呢一樣是硬皮 內頁橫條紋以及可以有方便私下的頁面喔 雖然說啊它封面沒有像A6一樣啊有那個夾層 但是喔它可以有這樣子很實用的搭配 也就是加上這個書本便吸收納袋 它這邊啊有很多橫柱的鬆緊袋 把它套在筆記本上面之後啊 可以固定你的手機等等隨身的物品 那旁邊這幾條鬆緊袋也可以固定名片啊 或者是紙張的資料 再搭配上它們的多色圓珠筆真的是好潮又好完善的 工作必備工具組呀 接下來這個設計館啊應該是很多人看了之後 就會立刻喔喔喔看過耶的品牌 那就是Cavolini & Company 這是在1989年創立的美國紙製品品牌 雖然啊是美國的品牌 但是因為創辦人的祖母啊是義大利人 他發現祖先留下來的很多圖稿 那那些圖稿年代啊可以追溯到四五百年左右 所以呢他把這些年代已久的素材啊 呈現在各種文具或是拼圖海報等商品的上面 我之前其實有在一些實體書店啊看過他們的商品 那現在拼圖上面也可以買到了 我們首先來看看這一本首帳本吧 我們現在啊看到這一種地圖 應該都會有一種嚮往和惆悵的心情並存吧 畢竟大家在最近這一兩年都沒有能夠到世界各地愉快的旅行啊 沒有關係我們還是可以先看看地圖來幫我們一止渴一下 這本週計畫啊在前後都有地球衣啊世界地圖 那基本上啊前半部是讓你寫月記事的 那後面也是週記事 我在過去啊只有寫月記事的習慣 那現在有了這一本 我可以在新的一年來嘗試加入了週記事 那它的本本呢尺寸不大 內容你可以以一個精簡的方式來書寫 當然呢也是非常方便攜帶啦 那這個品牌啊不只這一種復古地圖很美 它植物的圖鑑也相當的細緻 我們先從明年的桌裡來看吧 你看喔它就是很簡單的設計啊 每個月都會搭配一張室內植物的插畫 畫風呢很有氣質又飄散出點復古的筆觸 所以啊當你這個月份過完之後 可以單獨把圖片裁切下來 它也會是一個很不錯的手上拼的素材啊 或是你可以把它當成裝飾化來收藏 好啦繼續延續剛才的室內植物 我們再看到這一款 錫盒明信片 主要是介紹鍋肉植物 它一盒裡面有9款圖樣各兩張 紙材都是這種帶點微復古的米黃色 我是很建議大家手邊可以留一些好看的明信片 因為這種設計啊 不管是送給親朋好友或是客戶 都是大器又不失質感的選擇 那基於他們所使用的圖褲 都是幾百年前流傳下來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 以前的油票長什麼樣子 所以呢挑選了這一款貼紙 登登 這裡面呢總共有8款貼紙 每款有3份喔 那它基本上啊形狀是很多圓 有圓形、方形、還有油票形狀等等的素材貼紙 樣式真的看起來是有年代感的捏 氛圍非常地無異的喔 那它的印刷橙色和紙材的這種質感都還很不錯 我想也會是手上拼貼的好幫手 接下來這個品牌是平方Studio 這個品牌呢以發掘生活中的靈感與美為核心理念 設計品質文具和生活好物 把生活的美以平方的形式放大 並傳遞給每一位熱愛生活的人 好我們就來看看平方Studio的讀書筆記 這本A5尺寸的手杖本呢外殼棕色加上金邊金字 那它的書本體封面是採用這種磚紅色的短部 搭配燙金的字體 它非常具備讀書氣息喔 什麼都不用做 光是拿這本走在路上就已經是質感逼人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一頁 它是用這種復古淡黃色的書寫紙來印製的 前面這邊你可以記入已經在讀或是讀完的書本名稱 你可以寫下未來的代讀清單 而翻到後面的內容主體呢 這邊小方塊可以讓你貼上書本的圖片啊 以及標示你的讀書進度和閱讀心得喔 那這邊還可以寫下書中你特別喜歡的名言家具啊 或是想要自由的發揮內容也可以 總之有這本手杖的主題設定啊 它非常吸引我 因為它是單純想讓大家做好一件事情 那就是讀書 那我們從它的設計館呢 還可以看到有像這種 觀影筆記喔 這本也是主題式的手杖 可以記錄看了哪些影片啊 我想這本似乎非常適合我呢 那我們有了手杖之後啊 如何讓它變得豐富又有內涵 除了一些書寫的文字之外呢 我們可以搭配這一些 各種不同風格的手杖素材 眼前這些素材呢 它們都來自同一個品牌喔 就是Inful Me 這個品牌介紹是在描述說 會感受內在的自我 不改初心 希望可以做出溫暖的小物 溫柔的質品 那確實我這些素材啊 它真的都有飄散出一種 溫柔的燈圍 先來看到這一個 它是依照它每一包的色系不同啊 裡面各自有十五款 一共三十張的便簽 這邊有很多復古的款式啊 像是票券 留言便條 復古小廣告燈 你可以選擇讓它 浮貼在手杖上面 或是當成色糖的memo值來寫一點字 讓你的手杖可以維持這種 五點的氣質風格 不過如果你想來點 多彩的豐富元素的話 就可以選擇下面這套喔 這套便簽紙啊 它的開口在雙方 那基本上啊 我對彩色的東西啊 就是很難招架 它這種水彩風格的便簽紙 真的是美如畫 美包裡面呢 有十五款 各兩張 一共有三十張喔 那這種特種紙 和前面的便簽紙一樣 也是可以書寫的 這些顏色驗染的效果呢 算是還蠻自然的 也挺有質感 那同時它也設計了折線 所以可以讓你輕鬆的撕下來使用 立刻幫手杖增色 好 接下來看到這幾本很秀珍的小書 它裡面各自有五十張 圖樣不重複的合紙貼紙 它們的確呢 是有復古的氛圍 不過也不單純 只是復古風格喔 我要來介紹這本命定本 宇宙如迷 這些太空啊 還有天文印象的圖樣啊 就像是黑洞一樣啊 把我擠過去 那它和這個書間款 都是配有底色的貼紙 拿來疊加使用 或許是挺適合的 那至於這兩款蝴蝶 還有標本啊 因為底色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 剪出邊框來拼貼的話 也很好看 而其實上述這幾個產品呢 拿來搭接下來這個款式 都感覺會很不錯喔 噠啦 半透明的 硫酸紙拼貼素材 尾包呢 有十五張 完全都是不同款式喔 你先在乍看啊 你會看不出它個所以然喔 不過你拿一張深色的紙 或是加上一點底色 你看 這四款呢 剛好就依照主題的不同 搭配白墨印刷的邊框和設計 立刻就像雜誌封面 或是攝影作品的感覺 你也可以和紙膠帶來疊加 讓你的作品增加更多的層次感 那說到了拼貼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我第一次認識的品牌 就是 Fund Market 這個品牌的介紹呢 有提到是 喜歡有故事的老物件 有獨特味道的市集小物 並希望把這些老舊紙張 以不同面貌 應用在每天的手帳與生活中 所以啊 我觀察了一下這個設計館的商品 主要都是出現 郵票啊 車票 還有各種的票券 而且 它的素材是來自阿根廷澳洲 美國 英國等不同國家地區的喔 像我這次挑選到的這一款啊 是復古票券 拼貼素材包 它內容物啊 就包含了 美國的票券 英國車票 烏克蘭的古董車票 澳洲的復古車票 俄羅斯的乘車券 英國的復古書頁 還有郵票 以及荷蘭的郵政標籤貼紙 那後面啊 還有英國的首日風耶 其實真的很好奇 這些票券是怎麼收集來的啊 真的很用心啊 因為說實話喔 如果我們沒有太常去逛市集 或是關注相關的販售平台啊 要找這種素材 真的沒有太容易 它光是一包素材 就包含這麼多的地區和種類耶 可以讓你在寫手杖 或是在佈置手杖的時候啊 有更多樣化的選擇 這些搜索的區隔啊 就會和別人是大大的不同 獨特性大加分 那剛才前面有講到這麼多的手杖啊 還有一些拼添素材 那我想大家是不是應該開始會好奇說 怎麼我最喜歡紙膠帶都沒有出現呢 我個人是沒有很好奇這一件 別急我這不是來了嗎 是來自Uasaki Prince的兩卷PET膠帶 那這個啊 其實是我在參加文具控的漂流箱活動才認識的品牌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哪一天被我碰到了 我一定要大肆挑選 結果在Pinko也就有他們的設計館 當然是要馬上入手機卷才可以啊 那這兩款作品呢 都是有四十幾公分的循環 這些女孩子啊 和我先前所擁有的美少女們風格很不同 她們從穿著打扮到髮型 都不像是當代的流行 她和早期歐夫畫爆散發出的復古感呢 是有點像的 但是這個筆觸啊 卻是可以讓我看很久都不回你的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我先前做的書籤 那她因為後面有帶白墨 所以貼在深色的紙卡上面啊 更可以凸顯出這種優雅的感覺 一起入手當個氣質美少女吧 那說到最後呢 我們有了手帳 有了各種拼貼素材之後 對於寫手帳這件事情來說啊 我們是萬事俱備 致欠 致欠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美麗的東西 IWI呢 是兼成立超過三十年 專門製造和外銷書寫工具的公司 他們在2015年啊 推出了IWI原創立文具 推出的每一支筆啊 都是以在地元素 融合世界文化的概念來製作的 像我這一支游獵鋼筆啊 它是把象徵野性的動物 融合到象徵之性的筆裡面 筆身的花紋呢 就是野生動物的圖樣 像我的紋樣啊 是藍金 它可以把兩種元素結合 這是一個很棒的概念 那其實我之前的鋼筆啊 都是素色的 因為我覺得簡約才好看 但這款有花紋的鋼筆樣式很不俗之外 花紋反而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是很加分的一點喔 那它是EX間的筆尖 還有搭配專用的墨水和吸墨器 旁邊呢還有給你收納盒喔 而我們從設計館裡面 還可以看到有客製化的科字服務 你今天不管是要自用啊還是送禮 真的都非常體面又合適呢 畢竟呢有客製化的呈現 可以讓這些物件更具有獨特性 我們最後來看看這裡喔 收穫了前面這麼多美好的本本 還有素材啊 當然不免俗的 我們來進行一場拼貼儀式 我這一次呢 打算要應用前面的一些品牌 他們至少一款的素材 那拼貼的過程還有成果怎麼樣 我們就看下去 好的 我最後想要重現的是時尚復古風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邊使用那個 The Usagi Prince的復古美人紙膠袋 打底啊我使用了方 Markets美麗又獨特的車票 還有救書頁 還有把Infilme 迷你貼紙本上面的圖樣 截下來當成素材 最後還有點加它的變遷紙 以及半透明的時尚邊框素材 這邊有使用到 Kavolini & Co.的復古油票貼紙來點綴 我覺得這次的素材們啊 他們創造出很棒的火花耶 這個成品啊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啦 那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結束啦 剛才所提到的所有的 神秘館商品呢 我們都會把它們的資訊 放在資訊欄裡面喔 另外也分享一個優惠碼 記得要在期限之內 趕快到拼客與使用喔 可以享有文具類還有卡片類商品的 九五折優惠 而且現在購買正好又搭上Pinkoi的 十周年慶 以及2022手杖節活動 獲得更多優惠喔 詳細的資訊呢 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也都會有提到 祝福大家可以找到 2022年自己的命定手杖 好有些人就是 他們想看我的花絮的 如果真的沒有花絮啊 可以這樣吧 那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讓大家認識到 更多的好設計好作品 如果你有更多的口袋名單 當然也歡迎跟我們分享唷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唷 也別忘記取我們的IG 觀看更多拼貼以及YA訊息 好那我們大家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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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非